台湾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很严重 我们今天其实 讨论这件事 还有点心情沉重 没想到 那那个陈时中 指挥官说 一天一百万也可能发生 你觉得台湾承受得了一天一百万吗 如果大部分都是亲证的话 是承受得了 如果说真正比例还是 还是很高的话 那当然就是没办法 那我们现在重症比例算高吗 重症比例现在 我还不知道它的数字 目前前一阵子的数字是很低嘛 数字是很低 0.0几百分之这样子 但是不幸去世了一个 那不过就是说 我们上市了一个小朋友 不过说以前的数据都没有 没有蔓延到长者跟儿童 对 一到安养机构什么地方有群聚 这就你最怕的 对这两个东西 马上就会考验我们的医疗机构了 现在就进入这个状态 慢慢要进入了 那怎么办 那个不叫 那个就是说紧张啊 紧急啊 要赶快应变啊 我们的儿童医院够吗 病床够吗 就是看他一紧上身的舒服 上当太快 大人就会不够 所以 好了我们还是要给指挥中心加油 给朋友了 想问一下团出有这个医院的副总院长确诊 你觉得都是有掌握到相关状况吗 我有接到这样的讯息 那整体的情况我还不清楚 市长 筛检取代隔离 有可能纳机组员吗 纳机组员 这是对象的部分 我想那个都会整体来讨论 那筛检代替隔离 这个政策方向是确定的 这是实施的一个程序 要是疫情的一个变化 我想请大家要体谅 现在第一线的公卫 医证的人员都非常的辛苦 我想问一下团出有这个医院的副总院长确诊 你觉得都是有掌握到相关状况吗 我有接到这样的讯息 那整体的情况我还不清楚 想问一下团出有这个医院的副总院长确诊 然后来取代严格的隔离的政策 我想快筛的频率来增加 这还是有一些相关的科学的基础 怎么样的一个快筛 才能够确实把这些病人能够掌握住 这是科学的了 但想说频率让它增加 自我的筛检增加 当然都是有帮助 但是还是要以一个 比较科学化的一个方向出来才对 市长长我们疫苗库存还够吗 疫苗的库存 疫苗的库存现在我们用 那进来好像有两批也会再进来 市长想问青少年开放第三季 也是只能打BNT 还是能混打莫比拉丹 哪一个 青少年的第三季 青少年的第三季 我们现在是准备要打 是准备要打 可时间上还没有定 市长 现在应该是便利商店 应该是比较容易买得到 那在药局这一方面 我们现在积极在协商 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取到货 我想对于药局最大的一个担忧 因为现在这个货大概出货都是买断 那在买断的情况下 如果在开始实名制的时候 那可能在成本上面 就会有所差异 那我们现在跟要是公会全联会在谈 怎么样一个方式 让他们现在比较能够赶来进货 那日后这些可能相关的差异 我们怎么样来处理 这些剩下货的问题 市长现在是传有传织 是有节目主持人确诊 那种节目都要相关的方式 我想有一些 这个相关的隐居的人有确诊 我们是知道 那不过现在这个时候 大概各行各业都会有 大家自己注意就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